喉山越二格山第二段 喉山越前鋒到阿柔陽 這段路大約走70分鐘 喉山越前鋒視野寬廣 俯視整個正大榮山地區 是個不錯的休息點 再往喉山越主峰前進 這路上樹蔭濃密 就算烈日照射也不用擔心 螢幕平坦 在沒有 繩索攀岩等路徑 自然山路聆聽叢鳴鳥叫 非常舒服 我們三人悠悠走著 不再氣喘吁吁 Rummo十分鐘不到 就已經走到佛山越主峰 這裡標高551公尺 但這裡的位置在樹林之內 沒有展望點 只是路過拍拍照 而做紀念 往後繼續走向安部 往二格山的方向前進 在這安部有很多相通的道路 如可往二格山 下接大榮樹 四通八達 進可攻 退可省 在這裡剛好遇到康橋國小 擺一位小朋友相會 做重大的登山陣容 詢問之下是為了攀登雪山 做訓練 因為康橋國小畢業前 要完成雪山攀登 這次是行前訓練 我們離開安部 繼續往二格山前進 後段路線 反坡 逃走 快到阿雷洋 產業道路前 有一處不錯的展望點 望向深坑 四定 在這展望點上 稍坐休息 這裡有佛教祈福的五色旗 掛在山頭 看這三月年景 近郊森林 一層一層 沿沿而去 運氣好 能見度不錯 可以跳腕很遠 如北一公路橫越 展望點 往前再走一小段 這段是較陡的一部分 過後就是 平路廣播 微微向上 約末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走到阿羅洋 阿羅洋產業道路 是單車愛好者 的騎車聖地 好比 北部的 是外方西 騎單車的聖地 這裡有天然空 可以當成補習點 經過後 後 就看到阿羅洋的產業道路 這裡是阿羅洋 產業 道路 最高鐵 也可以作為 避充 側透的轉折區 再往前 就是二格山的山路了 在一起 旁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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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